天宫一号与神州九号载人交汇对接任务进入了最后准备阶段 执行任务的神州飞船长征RF摇九火箭组合体 昨天上午从九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技术区垂直转运到发射区 根据计划神州九号飞船将于六月中旬择机发射 上午十点承载着神州九号飞船和长征RF摇九火箭组合体的活动发射平台 在驱动车的牵引下缓缓使出垂直总装测试厂房 在完成各项技术状态确认后 沿着1500米的无缝钢轨 以每分钟不超过20米的速度向发射塔缓缓移动 船舰组合体的活动发射平台有60多米高 处在火箭顶端的神州九号飞船已经完成推进前的加注 转运期间组合体头重脚轻 为了确保安全科研人员严密组织精心操作 持续监测风速和天气情况 一个多小时后组合体安全平稳的停靠在发射塔架旁 根据任务安排 未来几天发射场将陆续进行飞船火箭功能测试 和人船舰地联合测试等工作 进场以后 飞船和火箭经过了发射场这个流程的测试 产品现在质量情况良好 整个的测控通信和着陆场系统也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现在正在进行有关系统的演练 和飞控的准备工作 据了解 目前载轨运行的天空一号目标飞行器一切正常 已于6月初降轨制对接轨道 天空一号与神州九号载人交汇对接任务的各项准备工作 进展顺利 据悉神州九号三名宇航员将在太空逗留10到20天 期间他们将在天空一号工作和生活并进行科学实验 中国首位女宇航员也将在这次任务中进入太空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